各位学校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3年 主动会计是会计技术班的内容 实际在前边我们已经把 以资产清单债务 包括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内容 已经讲完了 那下边我们看 修改其他条款 我不怕麻烦 我再给您说一下 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对于债务人而言 我修改其他条款 比如说我减免一部分本金 减免一部分利息 展期一段时间 都要修改其他条款 我一定要判断一下 您是不是构成实质性修改 所谓的构成 我们所说的实质性修改 记住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对债务人来讲 我会把原债务 比如说借长期借款本金 给他两千万 真的给他消掉 这也叫终止确认 我再重新确认一项新的债务 比如说贷短期借款 这一定是公允价值 因为您给我承诺的是 所有的金融资产 所有的金融负债 初始计量时 都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别错了 如果有差额 比如说我记我这一项 我结束一个长期借款 然后形成一个短期借款 假如说是这样 我的差额应该记投资收益 理论上来说 长期借款短期借款 是不是跟金融工具有关 对 那有人说 你为什么前面用其他收益 我不是说了吗 前面那条题有方产 非金融资产 所以它的差额 只能记其他收益 这是构成实质性修改 如果不构成实质性修改 记住了 您其实本质上来说 调整的是什么 差额 我们前面2000万 变成了1958点 忘了数了 比如说是85 我是调整差额 金额变小了 我充一个长期借款 贷方 如果只有这一笔贷物 那我贷投资收益 而在这之前 还有以房卡还债的 所以他贷的是其他收益 修改其他小管 只有构成实情修改时 重新确认的金融复债 才用公允价值 否则 您不构成实情修改 您就是在调整差额 别错了 什么叫构成实情修改 就是看您的差异 是不是超过了10% 一定要记住 是重组债务的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减去原债务 剩余其间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除以原债务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这俩数 是2000免了100 则1900 而这个一定是要 算出本利和折现的 重组债务是1900 2000免100 有印象吧 乘以1加上新的利率 8% 一定要按原合同 开始的实际利率 折现 算出这个差额 将来这个差额 比如说 1900 乘以1加8% 除以1加6% 就是我们算出来 重组债务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你就是要把2000 调整为 跟着限值 金额相等 是调差额的方式 只不过我们教材 习惯上写成 把2000消掉 升堂一个这个金额 再去补差 这俩没有任何区别 它不是忠实确认 往下看 先说第一部分 债权人的相关规定 我们刚才讲的 是不是主要是债务的 对 债权人也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导致全部债权 终止确认 一个时代的结束 一定要先给我把 应收账款 然后坏账准备 这是不是我们所说的 账面价值 给我消掉 这是真真正正的 终止确认 因为你告诉我 导致全部债权 终止确认 消掉一个债权 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我在生成一个新债权 要重组债权 只要是构成 我们所说的实质性修改 一定是以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一项 新的金额资产 比如说应收账款 只窝过 为了跟原来区分 我们叫横告 重组债权 重组债权的公允价值 跟你消掉的 账面价值的差额 不论在借方 在贷方 应收账款 不是属于22号 准则核算的贩头吗 差额 我们当然计 投资收入 所以他给的理论是 债权人应该按照 修改后的条款 以公允价值 记住 旧的贷权 终止确认了 新的贷权 才能以公允价值 出使计量新的金融资产 新的金融资产 确认金额 以债权终止确认日的 账面价值的差额 紧投资收入 不是随便 应收账款 跟22号准则有关 所以他才紧投资收入 这是我们终止确认 如果修改 其他条款 未导致债权的终止确认 绝不能直接 以公允价值入账 此时本质上来说 您老人家是在调 差额 所以第一个 债权人应该根据分类 继续以贪 宗损 进行后续计量 如果你以贪于 藤本计量的债权 不就等于是 要把你原来的债权 调整为修改后的债权金额 不就调一个差额吗 所以重新计量 该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 差额 递投资收入 调差额的对应科目 是投资收入 后边的内容 跟我们第十三章 讲的规矩一样 您要忘了 五年的债权投资 每年利息59 到期本金1250 第三年年初 告诉我在第三年年 我收到一半的本金 以后的现金流量有变过 把以后买一年的现金流量 折到第三年年初 然后把变化后的现金流量 折到第三年年初 这俩的差额 就是我该调整的进行 第十三章市场讲的吧 这块内容不再谈数 如果是债务人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也就是您所谓的差异 超过了10%的时候 记住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把旧的债务 给我全部终止确认 你新的债务 一定是按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我视为新债务的 初始确认 但应付账款 重组债务的公允价值 差额应付账款 不是付款的义务 属于金融付债吗 也属于22号准则核算的范畴 他才记住投资收益 没了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未导致债务终止确认 或者仅导致部分 债务终止确认 老规矩 未终止确认的部分 继续以贪 损或其他方式进行合算 其实此时 您老人家是在调什么 差额 没了 能不能以公允价值计量 不能 我的债务一直在延续 只不过现在 我可能要调一下 差额千万千万 别错了 后边的内容 跟第十三章的规矩一样 不再单数 这是修改其他条款 话三 组合方式 啥叫组合方式 以资产 清偿债务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还有什么 修改其他条款 这三种方式 您用到了两种 和两种以上 就叫组合方式 我们看第一部分 债权人的相关规定 不知道您老人家记得 如果债务重组 对于债权人来说 采用重组的组合方式进行 一般可以认为 我对合同条款 做出了实质性修改 是不是可以终止 确认原债权了 对 立模板 带应收账款 计划上准备 补差额 投资收益 然后得到什么 一笔笔帮其写 就可以了 我们一点点数 当您得到的资产 是不是优先要区分 哪些是金融资产 没错 此时的金融资产 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什么 你修改其他条款 你不是认为 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要以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 重组债权 有意思吗 这是第一部分 重组债权 我要以公允价值 出使计量新的金融资产 比如说 借方应收账款 横杠重组债权 一定是公允价值 因为原债权 已经终止决认了 第二部分 金融资产 我可能还说到债务人 给我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权有工具投资 这确实是新收到的 我管你是储处债权 我还是新收到的金融资产 都应该怎么着 以它自身的公允价值 去计量 绝对 不能给我参与比例分配 别错了 有了这些 剩下的非金融资产的部分 那不就简单了吗 先不着急看下边 我们先看分路 听好了 首先我是先立模板 代应手厂房 借坏账准备 这俩是账面价值 补差 我用应收账款的公允价值 跟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 去PK 公允价值大 我投资收益在贷方 公允价值小 我投资收益在借方 这三项拼凑成 我放弃债权的啥 公允价值 您没说错 如果你涉及到修改其他条款 是不是当你判断差异 超过10%的时候 原债权终止确认 形成你新的重组债权 这个重组债权 一定要以公允价值来几两 因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是重新确认一下 金融资产 所有的金融资产 所有的金融付账 以公允价值几两 除了重组债权 我可能还收到 真的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潘中损 这一类的 这个百分之百 还是以他记账的初始 确认识自身的 公允价值来几两 其实解放 还有一个成分是什么 没错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给我说一下 用总的放弃债权的 公允价值 扣掉您的进项税额 扣掉您得到的 真的金融资产 比如说可能交易性 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甚至对方 以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我可能得到的是 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修改条款 形成的重组债权 剩下的就是 非金融资产的 入账价值组合 按公允价值的比例 去分摊 没了 摸板立好了 其他没问题 所以非金融资产的 入账价值组合 用放弃债权 一定是在合同生效日 先算出来 每一项非金融资产的金额 得到时在算分 公允价值 减去重组债权 当日的公允价值 这是第一部分 金融资产 是修改其他条款形成的 再减去受让的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这是您真的新收到的 金融资产 还要减去进向税额 剩下的就是 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组合 按公允价值的比例 去分配 没了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跟放弃债权账面价值的 他额还是体现在哪 投资收益 分路利息了 其他都好处 这是债权人 债务人 我不怕麻烦 我跟您先写一下 债务人 首先借应付账款 一定是账面价值 如果你以某某资产还债 削掉某某资产的账面价值 如果你以权益工具去还债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该寄股本 实收资本的寄股本 实收资本 该寄资本公期的 用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扣掉股本 扣掉实收资本 寄资本公期 或者用你还债的这一部分 债务的公允价值 扣掉股本实收资本 也能算出资本公期 还有吗 还有 如果你是修改其他条款 你可能会形成新的重组债务 新的重组债务 如果你原债务终止确认 新债务一定要以公允价值 来重新计量 代方还有什么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比如说肖项税额 我拿出的非金融资产 倒计差额 成分不纯 即其他收益 成分很纯 即投资收益 所以我们看债务人的规定 对于权益工具 你是不是在给我表达 债务转为什么权益工具 首先应当在初始 确认是按权益工具的 公允价值计量 没有 推尔丘其次按索 经常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 有人说也没有呢 您不用管路 肯定有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对于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的重组债务 您记住了 构成实质性修改的 我们要终止确认原债务 按公允价值 形成新的重组债务 不构成 其实我是在调差额 确认计量重组债务 剩下的所经常债务的账面价值 还要扣掉转让资产的账面价值 还要扣掉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还要扣掉重组债务的公允价值的差额 我们记其他收益 比如说我拿清一色的金融资产去还债 我拿发行股票去还债 我形成重组债务的入账金额 这些不都是跟22号准备有关吗 那我就用投资收益 否则成分复杂的 我就用其他收益 所以这一块的账务处理 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消掉 先考虑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用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 股本反映面值 用供允价值减股本 记录资本公积股本一项 当然也可能是实说资本代表份额 差额是资本公积资本一项 然后重组债务 如果已经构成实质性修改了 原债务的中值 新的债务应付账款横杠重组债务 我要以供允价值重新起量 如果还有其他的资产 把账面价值消掉 有折旧贪消 显值的都给它消掉 最后倒计差额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然后修改其他条款 以资产清偿债务 这不是这三项都考虑了吗 差额如果承认复杂的 以其他收益 如果是清一色的 寄投资收益 其实能不能寄投资收益 好像貌似只取决于 您拿出的资产 里边有没有非金融资产 如果没有 大家想一下 权益工具属于22号 准则合算的范畴 应付账款属于22号 准则合算的范畴 我要拿出的资产 再是清一色的金融资产 那我查额不就寄投资收益 除非你有非金融资产 查额再寄 其他收益 千万别错了 看完所有的内容 我们直接看教材的这条例题 我不怕麻烦 我再说一遍 我们一定是在合同 生效日的时候 把非金融资产的 入账价值总额 给它算出 咋算 想像你立的模板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扣掉您得到的 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如果是真的 您得到的金融资产 那用它自身的公允价值 是不是还有一部分 是我们 债务重组当中 修改其他条款 形成的重组债权 对 真的新收到的 跟重组债权 是不是本质上 都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对 然后再扣掉 我们所说的 非金融资产 形成的进项税额 这得到非金融资产的 入账价值总额 按公允价值的比例 去分割给不同的 非金融资产 合同生肖日要算出来 将来哪天得到了 非金融资产 哪天入账 哪天得到非金融资产 哪天入账 如果你得到金融资 一定以这一天的 公允价值入账 比如说你原来的 金融资产 可能公允价值20 这一天变成21了 一定要以21入账 20跟21的差隔1万 倒计的投资收益 绝对不能错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刚才说了半天 说的是什么 债权人 债务人也一样 好 我们直接看这道利息 因为我前面援引过 这道利息的资料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熟 A公司被上市无私 2016年1月1日 A公司取得 B银行贷款5000万 约定贷款期限4年 161718194年 到2019年12月31日到期 年利率6% 与实际利率相同 我先给您把这个实际利率 写成原实际利率 它带啥用的 它是你将来判断 差异是不是超过10%的 着限率 别错了 按年复期 A公司已按时支付所有利息 2019年12月31日 A公司出现严重的资金周转问题 多项债务违约 信用风险增加 无法偿还贷款资金 2020年1月10日 合同生肖日 把该算的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就在这一天全算出 B银行同意于A公司 就该项贷款重新达成协议 新协议约定 A公司将一项作为固定资产 核算的方产 转让给B银行 给您画个图 是不是2020年1月10号 是我们所说的合同什么 生肖日 我要算出 然后用于抵偿债务本金1000万 该方产原值1200 累积 折就400 未机体减值准备 比如说这不账面价值800 你怎么抵偿债务本金1000 给您这根比 顶10块钱 咱俩愿意 就可以顶10块钱的债务 第二个 A公司向B银行增发股票 这叫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是A公司带拿自己的股票去还债 面值每股一元 占A公司股份总额的1% 由于抵偿债务本金2000万 A公司2020年1月10日的收盘价 为每股4元 500乘以4正好抵掉2000 没问题 这是第二项 这抵了1000 这抵了2000 还剩几千 5000抵了3000 不还剩2000的什么 债务 他说在A公司履行上述 藏债义务以后B银行 免除A公司500万元的债务本金 这就是我所说的 我是现在就认为 这500应该终止确认 直接影响随意 我还是把方产 把股票给了之后 这不是我前面所说的 有人认为 你既然约定这500 那么将来你再给我算 剩余期间的债务 就应该是2000减500 等于多少 1500 也有人认为 你这两项方产跟股票没给 你就应该整体2000来算 我今年社会变了一下 我就按教材这个方式讲 知道就行了 并将尚未偿还的债务本金 1500万 展期至2020年12月31日 年利率 是不是从6%改成8%了 对 您记得不记得 我当时是2000免100 我这儿是1900 现在我是2000免500 改成1500 就是数字变化 如果A公司未能履行 一二所说的长债义务 B银行有权 终止债务重组协议 尚未履行的债权 调整程度 随之失效 B银行已贪于成本 计量该贷款 说明他是贪 那他用到的会计科目 就是贷款 是债权类科目 你记题贷款损失准备300 该贷款于2020年1月10日 在这儿 然后告诉你 合同生效日的 公允价值是4600 那么这是整体的公允价值 于展期的贷款的 公允价值是1500 这1500咋算出的 是这么算出来了 站在今年2020年的1月10日 您不是要展期到 2020年12月31日 如果我要让你算 一年之后的本金加利息 您可以算 可以 本利和 我把本利和折到这一天 我算出的金额是1500 我还是那句话 您这个限值是用2020年1月10日的市场利率 来折现的 考试时 别纠结 我们判断差异是用2016年1月1日的市场利率 原时级利率折现 考试时供允价值会告诉你 这个供允价值有用吗 不知道 构成实质性修改 我要重新挤量 才有用 不构成实质性修改 市场为我调整差额 它就没用 我说清楚了吧 好 2020年3月2日双方办理完成房产转让手续 币银行将该房产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3月2日房产到手 房产的价值在3月2号算的吗 不是 1月10号就已经算了 只不过3月2号再做分路 2020年3月31日 币银行为该笔贷款补提了100万的损失准备 本来当时是300万 也就是3月31号要补提了准备是100 那补提完了300加100就变成了什么 400能知道就行了 再往下说 2020年5月9日双方办理完成股权转让手续 币银行将该股权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几两且其变动技术 当期随意的金融资产 A公司股票当时收盘价每股4.02 哪天5月9日收盘价每股4.02 我问您一件事 我应该以哪一天的价值入账 就以5月9日的收盘价公允价值入账 您当时合同生效日告诉我 收盘价每股几元4元 这俩的差额咱们是不是到几的 没错 所以算是在合同生效日算出来 哪天收到东西 哪天做分录 那我想问一下 真真正正 我能享受到免本金500万 真正这件事落实的是在哪天 并不是1月10日 也并不是3月2日 是5月9日 因为你告诉我的 房产给了 股票给了 都给了 才能享受这免500万 所以你真正相关不确定性因素消除的日期 应该是5月9日 只有在5月9日 您才可以确认债务重组随意 3月2日能确认吗 不能 我说的很清楚 1月10日能确认吗 1月10日连分路都不做 只是算 好 这儿 5月9日我们才能确认随意 接着往下看 A公司以贪于成本计量该贷款 A公司是什么 借款人 他用的是长期借款 为什么 四年的借款期限 截至2020年1月10日 也就是合同生效日 该贷款的账面价值是5000 长期借款又不提减值 当然 它的账面价值等于它的借款金额5000 不考虑相关税费 咱们再分析一下 A公司也就是债务人 以贪成本计量该贷款 他用的是长期借款 然后截至2020年1月10日 也就是合同生效日 贷款的账面余额或账面价值 就是贷款的金额本身5000 他拿出一项固定资产 房产 抵债是1000 原值1200 折旧400 未计提减值 他是3月2日办理完成 房产转账手续的 我这儿做固定资产 被银行收到了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面值1元 那么占A公司股份 总额的1% 那么构成什么 重大影响什么 没有 所以为什么 币银行收到的时 作为公允价值企量 且其变动技术 当机随意的金融资产 但是抵债2000万 2020年1月10日 是我们所说的 合同生效日 每股的收盘价14% 2020年5月9日 办理完成上述手续 而在2020年5月9日 收盘价变成每股4.02 一股增了0.02 500万股 增了多少 您老人家能算出来 第三个 币银行免出A公司 500万债务本金 并将尚未偿还的债务本金 1500万 攒期一年 攒到2020年12月31日 年利率从6% 变成8% 该说的说完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 债务人 A公司的会计处理 我不骂麻烦 我再给您捋一下 对于债务人来讲 2020年1月10日 也就是合同生效日 我是不是要把 该算的算处 包括债权人 对吧 然后我们所说的 3月2日 我把房产给了 5月9日 我把股权给了 只有在5月9日 这一天 我结果的不确定性 才怎么消除 我才可以认为 我欠银行的 这个钱的现实义务解除 我在这一天 我才可以确认 债务重组的相关什么 所以 看A公司的债务重组 在1月10号的是 做什么不做 什么都不做 只是把该确认的 金额确认出来 确认的金额 主要指的是债权人 我现在是债务人 只有到3月2日 我拿出我的房产 带固定资产 1,200 借累计 折旧400 差额是固定资产 清理800 这是什么价值 账 面 价值 慢点 我是债务人 如果我单纯的 以一项固定资产 还债 是不是借应付账款 带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 差额直接到寄 其他收益 对 但是 对不起 您现在3月2日 给房产了 您还没给我股票 两项都给了 才能叫不确定性 因素消失 说明3月2日 能不能确认损意 能不能到寄 其他收益 不能 那我怎么做 可是我固定资产 实实在在没了 我就把固定资产 它的账面价值 反向截转 带固定资产经理 借方 我先充减掉 长期借款 本金800 有人老是不对 你不是说 那房产底债1000 你再怎么充800 你听好了 如果 我的房产 我的股票 我的减免 都是在同一天完成的 我是不是 直接就把长期借款的5000万 全都给它消掉 带方 比如说固定资产经理 什么 包括股本等等 该给它反映 我全都给它反映 但是我现在3月2日 我只是给了一个方产 还没给股票 我不能确认随意 反正最终都是把长期借款 这5000万给它消掉 我就记着 我房产现在为了分路平衡 哪有任何含义 分路平衡 我先充减长期借款800 等到5月9日 我把剩下的4200给充到 是不是也不违背道义 没错 所以在这全解 或者说暂且 我先充减掉800 就是为了分路平衡 你抵占1000 抵占2000 我就是把账面价值 先充减长期借款800 这是3月2日 还做别的费用 不做了 到5月9日 这是我给股权的日子 您当时说 我只要把房产和股权都给了 免那500就生效 对不对 对 5月9日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 相关不确定性消除的日期 我就可以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只有满足相应的条件 我才能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往下说 您是不是剩余的 你看房产抵了1000 股权抵了2000 剩余的2000 你免了多少 500 我是不是要算差异 是不是超过10% 因为我A公司是债务人 首先第一个量是我们所谓的 重组债务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我不至于此说过 我的重组债务2500 我还剩多少 1500 我就是用1500 暂期一年年利率改成8% 乘以1加8% 除以2016年1月1日 最初合同那一天的原实际利率 算出一个限值1528.3 对不对 对 好 往下说 第二个是不是还要算下 原债务剩余期间的现金流量限制 没错 原债务到底是2000 还是1500 这是有争议的 认为是2000的 道理很简单 我剩余的债务2000是个整体 只有你把房产给了 只有你把股权给了 不确定型因素消除时 你得免着500才能达到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至少在我们现在的5月9日 我原债务的剩余期间的未来现金流量 甚至往前说的合同生效日 就应该是2000 这是第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 我不管你给不给房产 给不给股权 只要你说免500 我就把原债务在剩余期间的金额 理解为免完之后的1500 这本身有争议 但是我们两种争议 我今年按照教材的规矩讲 既然他有争议 考试是他轻易不会考 而且财政部也倾向于 免完之后的1500 来算原债务剩余期间 显明流量限制 原债务是1500 原来的名义利率6% 展期一年1500 乘以加6% 除以一定是原合同期限 实际利率 除以1加6%的一四方 是不是就得1500 对 那将来我们现金流的变化 就是1528.3 减去1500 除以1500 等于多少 1.89% 如果这么判断 是不是小于10% 对 小于10% 不构成 实质性修改 我不应该终止确认 该部分债务 要不应该终止确认 该部分债务 是不是我本身 应该是调差额 没错 我原来的债务是2000 我是不是现在要调整为 1528.3 没错 我要调整为1528.3 假如说我不考虑 其他任何情况 我是不是长期借款 2000跟1528.3 1528.3 是不是应该调一个471.7 对 是不是调整这差额 就相当于是我原来每年是59到70 1250 在第三年年初变成了 年末先收到625 以后的现金流变化了 我是不是就得调整那个差额 对 这个差额记住哪 当机随意 假如说没有其他任何情况 这个差额一定是寄投资收益 因为长期借款属于22号准备合选的范畴 但是我们这道题有房产是非金融资产 所以这差额只能计什么 其他收益 471.7 就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 我们教材 它不是调整差额 它是大起大落 全给你算一下 一共是5000 您记得不记得 您底掉房产时 已经充减了800 在这 5000充减了800 还剩多少 还剩4200 这4200里边就含着你调整的那个2000对应的这个差额 然后代方 古本是不是永远反映面值500万股 乘以每股面值一元 代方资本公积古本一价 这是不是首先用的是权益工具的什么 公允价值 哪一天的 当然是5月9日的 这一定要用4.02 不能用4 减去面值一乘以500万股 得1510 那么实际上 它最后把这个1528.3 它整个体现了一下 这不是1528.3吗 其实我们叫它整个写在本金里边 严格来说 你2000免去500 还剩1500 我可以写成本金1500 然后写成利息调整 28.3就可以了 你这里边含着那2000 你这儿有一个1528.3 这来一笔不就等于我调了一个471.7 然后代方其他收益 不就是这个数 实际上 我们不用调差额 本质上知道调差额 反正我好几项 我就把长期借款5000万全都给它调掉 然后该做的做 最后其他收益就能算出 我来调整的金额 永生老师不对 你这是471.7 这是661.7 您忘了 这一块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还会形成一个差额 不用去纠结 往后就给我整体去算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从本质上来说 不够成实质修改 就是在调差额 我想我就说清楚了 这是债务人 对于债权人来讲 是不是当A公司 以组合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我拿一部分房产算债 我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我还修改其他条款 是不是可以认为 我对全部债权的合同条款 做出了实质性修改 我应当终止确认全部债权 而且我要在2020年5月9日的时候 不确定性因素消除的时候 可以确认债务重组的相关损益 而且按修改后的条款 公允价值 重新确认新金融资产 你债务人 因为你的比例没有超过10% 不构成实质修改 你本质是在调差额 我债权人 只要是以组合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通常认为 做出了实质修改 我要以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我确认的新的金融资产 就这个意思 往下看 是不是如果我要给您画个图 您一定要明白 在2020年1月10日 也就是合同生效日这一天 我是不是要把该算的算出来 没错 首先合同生效日这一天 我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是4600 前面已经改了 你想一个道理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扣掉您修改其他条款 生成的重组债权的公允价值 再扣掉您新收到的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再扣掉我们所说的 非金融资产形成的迹象税额 剩下的是不是 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总额 按比例去分配 对不起 我现在虽然是债权人 我只收到一项投资性房地产 只有一项非金融资产 还用按比例侦配不用了 就是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减去重组债权的入账价值 减去对方发行股票 您得到的金融资产 减去进项税额 就是你投资性房地产的入账金额 我现在这道题貌似 好像没有进项税额 你就忽略就可以了 该说的说完了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在合同生效日是4600 减去重组债权 您不是认为原债权终止确认 当然要以公允价值 重新计量重组债权 当时他不告诉你 展期部分的公允价值1500吗 他要不是1500 要是1400 你啥就减掉1400 这是第一部分金融资产 还要减去对方给您的500万股股票 一股的收盘价 的合同生效日是4块 所以是减掉2000 还有别的吗 因为如果有进项税额减掉 得到的非金融资产的 总的入账价值 按照这一天 公允价值的比例去分摊 我现在只有一项非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我算出它的入账价值是1100 还要按比例分摊吗 不用 这11001月10号就做账 不对 3月2号给房产的时候 我直接做账 是合同生效日算出来 3月2号才能做账 别错了 所以到3月2号 我不是已经算出了 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1100吗 就借投资性房地产1100 老规矩 因为3月2日不确定因素 并没有消除 是5月9日消除的 我的损益在5月9日确认 那这为了分路瓶 我直接消掉一个贷款 本金1100 你看 债务人消掉的长期借款800 债权人消掉的贷款1100 您甭管 是全一之计 我这消掉1100 最后5000扣掉 1100不少3900吗 5月9日 我得把3900消掉 不等于还是全消掉了吗 到3月31日 别忘了 他提了100的贷款损失准备 这信用简直损失100 贷款损失准备100 300加100 这几百 400 到5月9日 股票也给了 我是什么人 债权人 立摩板 贷款本金5000 因为房产消掉了1100 还剩3900 然后贷款损失准备300 加100是400 这俩其实是可以理解为 贷款的账面价值 对不对 对 实际你敢不敢说3900 减400 3500就是它的账面价值 不敢 我这不还有一个1100吗 我真真正正的账面价值 是1100 加3500 是4600 能听懂吗 然后 接下来补 差额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4600 放弃债权的账面价值4600 差额是零 有人说没差额 站在门 除了一个投资收益 有会我告诉你 是不是 我已经拼透成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了 对 然后 往上说 你首先贷款本金 是不是要按照新债权的公允价值 重新几粮 你要满足所有的金融资产 所有的金融负债 初始计量是必须按公允价值计量 你告诉我 展期部分的公允价值1500 咋算的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用您现在免完了之后的本金 乘以一加8% 算出一年之后的利息 按照我们今天的市场利率 折完的金额 算完了是1500 其实1500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是 你年利率8% 跟合同生效日的市场利率一样 应该也是8% 否则你不可能得到1500 不用理头 公允价值一般给 您是不是还得到交易性金融资产了 对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1月10日的公允价值 收盘价每股4块500万 是2000万 现在变成了4.02 我一定要以作分录 这一天初始确认日的公允价值 4.02乘以500 算出2010万元 涨了多少 10万 交易性金融资产涨了10万 借方涨了10万 我是不是要把这差额 倒挤在投资收益里面 我的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 没差额 但是你的金融资产 是不是从合同生效日 到你真正做分录的日期 出现了差额 我们前面有一个降了 倒挤出的是借方差额 现在是涨了 倒挤出贷方差额 10万 所以这10万 本质上是两部分 一个是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跟放弃债权账面价值的差额 没有 一个是你合同 他生效日的金额2000 跟你真真正正 5月9日做分录的金额2010的差额 0加10万 差额不就10万吗 如果你分录要没写错 这一部分正好是平衡的 没了 等于债权人的帮务处理 我等于也已经给大家展现了 记住 我今年把这一块 就是债务人的判断 按照教材写了 知道他有争误 考试是有争议的东西 他尽量会少考 如果实在考了 就按教材写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块内容 第二节到此结束 第三节 债务重组的相关披露 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 简单的了解一下 应当披露的信息 比如说债权人 你到底以哪种方式进行披露 到这为止 其实就意味着 第二十一章债务重组的 所有内容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还是那句话 尤其是多项多项资产去还债 如果是债务人 假如说都是在同一天还债的 你记住了 应付账款的账面价值 然后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 这是权益工具的工品价值 股本永远反映面值 实收资本代表份额 差额资本公期 股本溢价货 资本溢价 然后再往下说 就是我们所说的修改其他条款 修改其他条款 如果 我说的是如果 不构成实际修改的 我只能认为是原来的 应付账款的延续 如果构成实际修改 这儿的应付账款 要用工品价值重新计量 如果还有其他的 以资产还债 某某资产的账面价值 差额 轻一色的拿出去的东西 跟金融工具有关 差额即投资收益 否则即其他收益 这是债务源 债权人永远是利盲版 给我把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消掉 消掉账面价值 应收账款的公允价值 跟账面价值的差额 体现为投资收益 可能是借差 可能是贷差 贷差是公允价值到 借差是公允价值小 利盲模板之后 您得到的金融资产 永远用它自身的公允价值 来计量 它不参与我们所说的 比例分配 如果你修改 其他缴款 会形成应收账款 重组债权 如果组合方式 我们一般认为 可以终止确认 原贷权 这是公允价值 如果你还收到了 其他的金融资产 也是一次成 公允价值入账 借方有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用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扣掉您得到的金融资产 自身的公允价值 扣掉重组债权的公允价值 扣掉迹象税额 得到非金融资产的 总入账价值 然后按公允价值的比例 去分配 只强调一件事 我是合同开始日 算出每一项金融 哪天收到 哪天正常确认 如果合同开始日 你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跟你图示确认时 公允价值有差额 这个差额直接还是到齐的 投资收益里边 别的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我们已经学完了 第21章的内容 可能大家觉得 学习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孤独是给你思考自己的时间 你要在一个人的日子里 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 不要脱脱随约 时间耗费了 自己还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任何争执 就不好 那好 这一章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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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